那阿福您是怎么学的呢 我是去了一个上岸老婆以后 就进步特别快 对吧 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老丈人和丈母娘住在一起 老丈人 对 他们普通话也没有那么标准 对吧 他们普通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了 对啊 对啊 很亲切吧 那您现在学会了一些 比如说上岸话的绕口令啊 顺口溜什么的 我可以大家叫一个绕口令好吧 因为我丈母娘她是特别喜欢我 最开始很讨厌我对吧 我一直通过拍她马屁啊什么的 我还会拍马屁 我连拍马屁都会了 就让她喜欢我 现在我老婆说 她的第一位在家里就是第四位对吧 然后我的第一位上去了 如果我老婆欺负我的话 我就跟我丈母娘说 妈妈你刚刚刚我刚一刚 她刚刚说我傻 对 用上岸话就说 一刚刚刚我刚一刚 刚刚刚刚刚好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方言 很有意思 而且有时候用上岸话说出来的话 比普通话要搞笑多了 张母娘她也平时会跟她朋友 她的姐妹们聊我就是评价我 她说她说我帮她干啊 我这女婿啊胖子胖了你 但是一年子没话 就有一只问题啊 我擦旗去逛上我 我带个小混血 我老有名字啊 但是 但是一发肯生啊 一发肯生少年啊 哪能备啊 但是 您放心啊 从 从一直开始啊 我提提帮你收呗 啊 帮你收秋葵 什么 老婆我帮您干 这个 这丈母娘下功夫了 这丈母娘 下功夫了啊 现在我天天要吃秋葵 什么好 很补的 这丈母娘很 怪不得阿福这个身体 便这样做 是